中国锂电池还有没有被卡脖子的地方 答案是有 它就是割膜 不过不是技术 而是生产设备 割膜号称锂电池中技术壁垒最高的一种材料 但是中国实现了突破 2022年 中国电池割膜出货量占据全球80%的份额 其中N节股份和新原材质 就是割膜领域的两大巨头 市场份额超过50% 然而在这辉煌数据的背后 其实还有一项顽疾 那就是生产设备 中国隔膜企业的生产设备 大部分都是国外的 其中N节股份的供应商是日本制钢索 新原材质的设备供应商是德国布鲁克纳 中国其他隔膜企业也差不多 都在不同程度上依赖国外的生产设备 看到这些 有些人可能又要开喷了 这又是一项被卡脖子的技术吗 然而事实并没有这么简单 以往我们被卡脖子的技术 都是别人把好的产能留给自己 不卖或者是卖高价给我们 但是在隔膜上却完全相反 国外的企业优先满足我们的需求 然后才是他们自己人 以日本制钢索为例 他们每年可以生产20条左右的生产线 但是其中有15条左右 要优先保证N节的需求 然后剩下的才留给日本虚化城 和羽布等隔膜企业 新原材质也是如此 他们在全球布局生产线 背后的支撑者就是布鲁克纳机械 但更奇怪的是 我们企业已经与国外供应商 达成了深度合作的时候 还在准备自研国产设备 比如N节收购了GOT 捷力 富强科技等企业 准备将隔膜设备国产化 还有中才科技等企业 也在布局隔膜设备 于是在隔膜领域 就形成了一种诡异的现象 中国隔膜生产设备严重依赖日德 但却一直在摆脱对他们的依赖 而他们却不敢轻易反抗 对于他们来说 或许这只是一种煎熬 因为一旦中国实现了设备突破 他们也就离衰退不远了 那么问题来了 隔膜到底有啥作用 为啥被称作壁垒最高的行业呢 中国隔膜又是如何走到如今这个地位的 为啥他们不敢对我们的隔膜下手呢 大家好 我是熊猫 一位不那么硬核的作者 创作不易 记得点赞关注哦 锂电池有四大主材 分别是正极 负极 电解质和隔膜 其中隔膜位于正负极中间 所以它又被称作第三极 而它的作用却非常大 主要提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个 充当电池的绝缘层 早期的锂电池非常容易自然 这是因为锂电池在过度充电 或者是温度升高时 正负极的材料会发生碰触短路 隔膜就是为了防止电池短路而诞生的 它在高温下材料膨胀时会关闭空隙 防止正负极接触 而发生自然和爆炸 所以隔膜是防止电池自然和爆炸 不可或缺的材料 如果将电池一分为二 它还有了第二个特点 那就是充当离子通道 锂电池充放电是依靠带电的离子 在正负极之间迁移实现的 隔膜把正负极和电解质隔开了 锂离子就无法迁移了 所以隔膜上必须具备大量的微孔 作为离子通道 这个微孔不仅需要阻止大的分子通过 还需要允许带电离子自由迁移 这样两边才会有浓度差 有利于离子的扩散 所以这个微孔必须非常小 大概只有纳米级别 可以说隔膜的质量 直接决定了锂电池的内阻 安全 寿命 充电速度等型的 其实隔膜的材料非常常见 按照业内大佬的说法 就是塑料布 像我们日常用到的塑料袋 包装袋等等 用的也是这种材质 但是由于它还需要大量直径 一致的纳米级微孔 就导致了隔膜是一个看着简单 做起来却非常困难的行业现状 很多企业有技术 但就是生产不出来 因此它才会被称作 电池主材力壁垒最高材料的原因 这一点也不夸张 即使每日欧等发达国家 也只有五家企业有十类制备隔膜 它们分别是美国的塞尔格 恩泰克 日本的虚化城 语布以及东燃 在2000年左右 这五家企业垄断了全球的市场 其中塞尔格和虚化城 是两种不同技术的代表 其他国家想要购买或者生产隔膜 就必须获得他们的同意 以及授权才行 2013年时 日本铸有金属就因为隔膜技术 被塞尔格告到了美国联邦法院 最终铸有金属被迫花钱认错 双方才达成和解 除此之外 还有美国 加拿大 韩国等企业 也都在攻克隔膜技术 但是都遭到了这五家隔膜企业的聚集 中国自然也不例外 由于电池隔膜不仅可以用于锂电池制造 同时也是超级电容的关键材料 超级电容是可以用在航空航天的国防领域 所以一直是国外高度禁运的产品 因此 中国隔膜不仅被五家国际巨头针对 还被发达国家严格封锁技术 不仅技术不授权 就连设备和产品都不卖给我们 1990年时 中科院就已经成功研发出了 干法双向拉升隔膜制备工艺 结果因为缺少资金和关键设备 产业化一直没能够成功 隔膜生产工艺升级难度大 良品率低 通过工艺改进提升良品率 很难以蹴而就 需要较长的时间积累 2000年时 以比亚迪为代表的中国锂电池逐渐发展起来 锂电池里的正负极和电解质等材料 也在逐步实现国产化的进程中 但是唯独隔膜工厂化一直无法实现 当时的中国已经可以购买隔膜了 但是依旧需要坚守严格的审查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08年 有一家新成立的企业横空出世 打破了国外垄断 成功建设了国内第一条隔膜生产线 这家企业就是隔膜独角兽 新元才智 一家新企业能够做到中科院 欧美发达企业都没能够做到的事情 无疑给整个隔膜行业带来了巨大的震动 据说当时的中科院院士都惊讶于他们的成绩 于是特地到新元去实地考察 在确认了技术功课后 将成果上报给了国家 这个消息我查了很久都没找到确线来源 但是新元才智的隔膜技术 确实在2008年就入选了国家八路三计划项目 自此 这家神奇的企业就有了官方的标签 中国隔膜也开始了辉煌的逆袭史 那么问题来了 为啥那么多企业和科研单位都没搞定的事情 新元才智是怎么就实现了突破呢 这就不得不说到新元创始人陈秀峰了 陈秀峰祖籍在广东惠州 后来迁移到四川成都生活 但是客家人喜欢拼搏的精神却保留了下来 陈秀峰的长辈和家里的亲戚都在经商或者是办厂 在这种氛围熏陶下 陈秀峰也十分热爱经商 1984年 陈秀峰就读于华中科技大学 由于家里没啥钱 于是就干起了经商这个买卖 当其他人在读书或者谈恋爱的时候 他就倒鼓起了自行车 开办舞蹈班 他就成为了另类的名人 很多老师对他印象深刻 这也为陈秀峰日后创业增加了资本 1988年 陈秀峰刚毕业 由于在学校里的辉煌履历 他的导师邀请他去深圳创业 一起从事外贸生意 陈秀峰自然很乐意就去了 经过几年的打拼 他们的外贸规模已经相当大了 其中有一块是日本电子产品 2000年左右 有一位潮州的朋友找陈秀峰帮忙 他是做美国恩泰克格摩代理的 但是由于恩泰克的产能比较少 一直处于缺货状态 所以他就希望找陈秀峰合作 从日本进口 当时他就拿着非常不起眼的塑料布 告诉陈秀峰 这是电池隔膜 一端隔膜价值数百万 而且还有价无市 陈秀峰吓了一跳 没想到这么不起眼的东西 价格竟然这么高 于是说干就干 陈秀峰通过公司渠道去日本找货源 结果就是这次尝试 让陈秀峰碰了一壁丝灰 日本企业对于隔膜材料的控制非常严格 尤其是出口到中国的要求就更多了 不仅要严格审查企业的资质 看它是否与官方有关系 还要企业签署协议 不等用于导弹 航天 军事等用途 然后才能进行正式合作洽谈 即使你有了资格 日本企业也非常的高傲 不仅要提前一个半月打款 而且他们还可以随时终止合作 陈秀峰在洽谈的过程中 做出了诸多的承诺后 才成功达到产品 但是这件事也让陈秀峰感到了委屈和耻辱 第一次认识到格膜是一个门槛很高的技术 话语权尽识的材料 而且在经过几次合作后 他发现了格膜的利润特别高 在电池的四大主材中 格膜的毛利率高达30%以上 部分企业甚至可以超过50% 比其他主材要高得多 即便是净利润 格膜龙头企业也可以达到27% 是其他主材龙头的两倍左右 于是陈秀峰萌发了自己做格膜的打算 在他看来 如果自己能够生产出格膜 那么在中国就没有竞争对手 既可以挣钱还能解决国家卡脖子问题 那不是一举两得吗 2003年 陈秀峰成立了深圳市新原材质科技公司 正式进军电池格膜 刚开始时 他的想法是先引进技术 再逐步实现自研 所以他就去日本寻找合作 提出在中国建厂的想法 结果被人家非常果断地拒绝了 因为日本已经将他列为国家机密 不允许任何技术流出 更别说是中国了 无奈之下 陈秀峰只能在中国寻找突破 他先后找到了四川大学和广东工业大学 洽谈合作 由陈秀峰出资赞助两所高校 研发隔膜制备技术和工艺 然而让陈秀峰没想到的是 即使他找到了中国顶尖的研究单位 但是隔膜技术的功课依然陷入了困境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隔膜技术和工艺一直无法落地 这是因为隔膜看着简单 但是壁垒非常高 其中第一个壁垒就是技术 它需要横跨多个学科 需要材料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的共同配合 四川大学虽然是中国高分子材料的权威高校 研发起来依旧很吃力 而且设备和工艺流程都需要重新设计 没有生产线就意味着没有产品销售 更别谈收入了 在这期间 新元材质没有任何的收入 而陈秀峰却丝毫没有气馁 用他的话说 多年经商早就习惯了 没有结果 就当这些钱打水漂好了 于是他一边继续做外贸业务 一边用外贸振的钱来持续输写 就这样熬过三年后 新元材质终于攻克了隔膜制备技术 并于2006年建成国内第一条施法试验线 在建设试验线前 陈秀峰再次傻眼了 他们发现 原来建设一条隔膜施法试验线 需要一笔非常庞大的资金 投资大就是隔膜制备的第二个难点 在电池所有主材中 隔膜设备 厂房等固定资产投入是最高的 占成本的40%以上 而在其他几个主材中 这个数值只有20%不到 两者相差了一倍 尤其是施法试验线 投入更大 电池隔膜根据制备微孔的工艺 可以分成两种 一种是干法 还有一种是施法 干法制备的薄膜成本低 安全性高 但是性能相对没那么好 而施法的性能更好 但是成本比较高 一条施法生产线 差不多要两个亿 其中大部分投入都是设备 因此隔膜属于重资产投资 收益和回报周期都很长 以新元制两年投资的 先进施法隔膜项目为例 这个项目拥有多条生产线 总投资高达75亿元 其中设备就超过了50亿 占比67% 关键是 投资回报率长达8年 现实就是这么魔幻 90年代 中科院研发出了干法技术 但是没有钱和设备 来搭建生产线 如今10年过去了 中国企业花费了巨资 研发出更先进的施法工艺 但是依旧没有钱和设备 建设生产线 如果强推这个项目 风险非常大 隔膜就像一根刺一样 狠狠扎在了中国锂电池的心口上 如果是普通人 或许就会这么放弃了 但是无数次历史证明 中国总有一些能人 可以坚持常人不能坚持的事情 解决常人不能解决的问题 陈秀峰或许正是这样的人 他不但没有放弃 反而继续拉投资 搞隔膜科研 硬是靠着自己的一腔热血 坚持了下来 后来他回忆说 当时也没想啥 就是拼搏习惯了 加上理工男成的住气 让他忘记了失败 忘记了放弃 不轻易放弃 就有可能成功 心愿便是其中之一 当时陈秀峰做出的选择是 既然施法项目投资太大 那我就从成本相对较低的 干法来打开局面 正是这个决定 将心愿材质推向了王作 让他们成为全球唯一一家 拥有施法和干法 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 不过做干法也不是那么好做的 因为干法技术成熟 以美国塞尔哥为代表的国际巨头 早就研发出了干法双向工艺 并且把专利技术强占完了 心愿想要在这个方向上突围 就必须在甲粪中找出一条深路 这是以前众多欧美企业 都没做到的事情 而心愿材质连自己的工厂都没有 却要以一己之力挑战国际巨头 这怎么看胜算都不大 但是他们再次创造了历史 2008年 心愿材质建成了国内第一条 干法单向生产线 不仅绕开了国外的技术专利 并且成功地生产出中国第一卷格模 自此 中国打破了国外长达几十年的垄断 同年心愿格模创新技术 被列为国家863项目 并且成为深圳市重点扶持对象 陈秀峰五年的坚持 换回了一个国家的科技突破 然而心愿刚刚高兴没多久 又发现了一个问题 自己生产的格模 竟然被不少人给拒绝了 按道理来说 成为国家863计划项目 那就相当于有了官方背书 而且是国内唯一一家 可以生产格模的企业 他们的格模应该很畅销才对 但是在格模这种高科技领域 这个规则并不实用 由于格模关系到电池的性能 所以格模产业有很强的认证周期 简单来说 就是电池厂商都想买性能最好的格模 而格模企业都想买性能最好的格模生产设备 他们之间形成了一个非常稳定的关系 除非有一家企业可以在性能 价格和产能上完全取代原油的企业 否则他们是不会轻易更换合作伙伴的 这就是格模产业化的第三个难点 客户门槛非常高 星元在推销产品的时候 很多企业就说 国产产品比不上进口 要等过几年才考虑 但陈秀峰却等不及了 当时星元材质的经营情况 已经是步履维艰了 多年科研却毫无收获 加上筹建生产线已经耗空了他们的资金 如果产品再打不开销路 星元的格模刚出身就有可能夭折了 更关键的则是他的影响 格模有12项关键参数 良品率非常低 一般企业都是通过工艺不断改良 然后良品率和产能才能慢慢爬坡 这需要较长的时间积累 很难以蹴而就 但问题是 改良是需要在实践中找出问题 但是中国企业却机会都不给星元材质 那又谈何改良和产能爬坡呢 这就是格模产业的第四个问题 工艺和技术的壁垒 于是星元再次遇到生存难题 而这时 终于有人为陈秀峰扛下了重担 彼时新年元汽车正在不断门牙 以比亚迪和中行锂电等企业为代表的 国产电池厂商 开创了中国的锂电池产业 而他们与国外多年的合作 深知格模的重要性 当星元找到他们时 比亚迪和中行锂电等企业 并没有像外企和小厂那样 将星元拒之门外 反而采用了还不那么先进的国产歌模 让星元有机会生存下去 正是这种信任 让星元材质有了坚持下去的动力 2009年 星元材质正式成为比亚迪 中行锂电的供应商 有了比亚迪和中行锂电的背书 星元材质开始正式崛起 合作的厂家越来越多 同年 星元的事迹也传到了国外 被美国福布斯花旗银行评选为 中国最具成长性的潜力企业 这个称号星元爸爸了三次 2010年后 中国正式布局新能源汽车 正式在汽车上进行弯道超车 而电动车的核心部件三点中就有电池 隔膜同样可以用在动力电池上 隔膜产业迎来了一个无比广阔的市场 而这一次星元做足了准备 2012年 有了产能和资金的星元 描上了早就被自己攻克 但是没钱建设的事法隔膜 当年 星元建成了国内第一条事法隔膜生产线 并且很快就成为国内外电池巨头的供应商 以韩国LG为例 星元首次与LG合作 就被他们上百项的技术要求给吓到了 LG在当时是国际化企业 他们对于技术 设备 产能等要求非常严格 而这些对于刚刚起步的星元材质来说 却非常陌生 但也是这些要求 让星元看到了与国际巨头的差距 于是他们开始主动学习 当时国内国际化企业做的最好的就是华为了 当时华为花了40亿 拜师IBM 让他们整个集团的效率提高了数倍 而星元自然没有这么多钱 但是他们模仿华为的管理模式 同时也学习到了他们的狼性精神 最终星元完美攻克了LG提出的要求 平均每项技术的开发周期 只用了两个礼拜 而同期美国隔膜巨头塞尔哥的开发周期 是三个月 虽然当时技术积累还无法与塞尔哥相比 但是在成本 产能和响应速度上完胜他们 有了LG的先例 星元的自信心开始崛起 于是他们将眼光描向了国外 2016年他们开始准备上市筹备资金 2017年 星元与德国企业合作 共同成立了星元飞马新材料 正式进军欧洲 然而星元材质最大的成就 不是获得国外企业的认可 而是改变了隔膜领域的格局 星元攻克了隔膜技术后 并没有像美日企业那样 处处给中国企业设限 反而在隔膜刚刚起步的时候 就帮助国家制定行业标准 行业标准就像一个指导书一样 可以让后来的企业知道 这个产品应该做到什么程度 产品不合格应该朝着哪个方面改良 正式有了星元逆袭的案例 以及隔膜行业的逐渐规范 让更多的中国企业和资金 涌入到这个行业里 在他们的努力下 国产隔膜产能越来越大 进口隔膜价格不断下降 就连高端设备也不再对中国封锁了 可以说星元以己之力 带起了中国隔膜产业 其中有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 就是上海恩杰 星元以技术和高端隔膜为主要突破口 他们的产品一直卖得比同行多30%左右 而恩杰则是另外一个方向 他们起步晚 但是发展得更迅猛 依靠产品的成本优势迅速突围 恩杰原本是做卷烟的烟镖 和食品药品的外包装起家的 这两种材料和隔膜一样都是聚饼锡 只是工艺和要求不一样 包装袋采用的是一种叫BOPP膜生产技术 1997年时 恩杰就建立了第一条BOPP膜生产线 因此他们具备很强的技术储备 转型难度比其他企业低很多 2010年时 新能源汽车和隔膜行业开始爆火 而新元的案例激励着整个隔膜行业 恩杰创始人李小明非常看好这个赛道 于是他们就将BOPP膜生产线 改装成电池隔膜生产线 为了保证项目顺利进行 他们又高价从日本制钢所购买了一条 施法隔膜生产线 三年后 恩杰第一条施法生产线正式投产 他们不仅成功完成转型 还成功地成为宁德时代的供应商 和企业的两班顺分车 在这之后 恩杰通过不断并购 将很多隔膜企业整合到一起 虽然这个做法有一些争议 但是他依然成长为隔膜领域的巨无霸 业绩比新元还要出色 2021年市场份额占比31% 2022年市场份额占比达到了40% 恩杰以另外一种方式快速崛起 并且成为隔膜的龙头老大 而在新元与恩杰的双龙会战中 中国隔膜开始反攻美日 中国以更低的成本 更多的产能 更快更好的服务迅速强占国际市场 美国塞尔格率先顶不住了 他们的干法隔膜不如中企 也没有施法公益 只能第一个倒下 2015年 美国塞尔格被日本隔膜巨头续化成收购 而续化成收购塞尔格也没安什么好心 他们不单单是看中塞尔格的干法技术 还利用他们的专利技术到处搅局 2019年后 塞尔格将新元材质告上法庭 理由是 新元材质侵犯了他们的专利 是不正当竞争 可最后却很快败诉了 因为两者的技术路线都不同 哪里来的侵权 说白了就是 日本企业竞争不过中国企业 只能发挥专利战这个优良传统 事实证明 这种卑劣手段根本没有用 中国隔膜和电池 以雷霆之势席卷了全球市场 2019年 国厂隔膜的出货量 占据全球市场的71% 2022年 这个数值涨到了80% 日本电池与隔膜企业 也和塞尔格一样 被中国隔膜企业坠感反超 国外企业生产的设备只能卖给中国 因此就形成了开脱说的 国外企业有技术 但是却不敢巧门脖子的情况 但是中国企业也离不开 国外的高端隔膜设备 以及诸多材料 尤其是高端隔膜设备 它就像金米机窗一样 需要非常高的精度和稳定性 这关系到我们隔膜能否快速量产的关键 但是和隔膜技术一样 比亚迪中航理电等企业扶持起了隔膜行业 隔膜行业也在扶持国产设备 并且一步步实现替代 在未来 它们也会和隔膜一样实现逆袭 这点应该没啥问题 到了那时有机会我们再做一期视频 好了 我是熊猫 如果你喜欢本期内容 一定要点赞关注哦 创作不易 感谢感谢